有搞笑军老熊编辑,单位精心挑选了几个虎背熊摇的女汉子,去参加区组织的拔河比赛,当天,眼看我帮就要落败,旁边的女领导急了,扯开嗓门呐喊,姐妹们,加油,把你们做老公的劲儿选出来,我帮一鼓作气,反败为胜,有搞笑军老熊编辑, 李奎下车外出旅游,在路上与一辆马沙拉D高级轿车相撞,司机下车与李奎争论起来,交警赶到现场,查看了半天,也看不出到底谁是谁非,便随口问道,你俩到底谁李奎,李奎急忙回答道,我,我李奎,交警,那好,你俩就不用争了,明天都到交警大队去等候处理, 第二天李奎按时来到交警大队,交警,既然你知道李奎,那么你转坏了人家的车,修理费一百万就全部由你付,李奎一停,当场军倒,有搞笑军老熊编辑,一个二货的超市购物,结账的时候大喊, 大姐,结账,那大姐扑辞一下笑了,指着旁边一个二十出头的美女说,我女儿都这么大了,您该叫我什么呢,二货毫不犹豫白日,妈有搞笑军老熊编辑,给幼儿园的儿子买了一本小小的字典,准备教他怎么用,儿子很喜欢字典,走到哪带到哪儿,我问他,儿子,你大字不认识几个, 怎么随身带着字典啊,儿子说,看以后幼儿人谁敢欺负我,谁欺负我,我拍死他,有搞笑军老熊编辑,深夜,我和同事出去吃烧烤,当时烧烤他的生意非常好,而,钱收钱的人,还是一个大美女,我当时就有了两串大腰子,然后给了美女二十块,妹子交给我十五块钱,我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美女, 也就多看了两眼,谁知道美女递给我五块钱,我就在旁边一直看着美女,美女就给了我五块钱,最后,美女是在猛逼了,就说,帅哥,你难道给我的是一百块吗?我,有搞笑军老熊编辑,又热妻子生气了,妻子老倒着,在这个世界上,让我爱又让我喝的就是你,丈夫连忙笑道,不对吧,我不过名列第三, 妻子被弄糊涂了,名列第三,还有谁,丈夫道,还有镜子和体重症,有搞笑军老熊编辑,小时候特别淘气,有一次老师请家长,我不敢告诉爸妈,就去找叔叔帮忙,老师和叔叔谈了两个多小时,后来在学校老师对我明显好了,再后来他就是我婶婶了。